五大德形容这个世界 叫不断之五 我们读这一句言文的时候 我重复了好多遍 这句话真正把佛经上常讲的万法借口 一切法不可得把它说尽了 万法是什么我 一切法的真相是什么我 是不断之五 不断就是相续 每一个相续都是我 你在这个里头起分别 起支柱 起贪爱 起怨恨 不叫愿望啊 又是干啥事吗 没有轮回 自己变成轮回 没有悟到自己把它变成三万道 叫自作自受 这真的不是假的 真正大臣教义能够体会到几分 人慢慢就醒过来 人慢慢就醒过来了 就救 人只要一救 眼前的生活 就幸福美满 方东北先生所说的 人生最高的享受 你享受到了 你的享受跟菩萨一样 在中国 中国人称菩萨 他跟我对立 我不跟他对立 他跟我对立 他跟我对立 我不跟他对立 换句话是 菩萨永远没有敌人 没有冤情在住 我们今天起行动念 要防一个人 错了 你防他干什么 我们一说佛的时候 也挺常挺人数 说害人之心不可以 防人之心不可以 学佛之后 知道防人也不可以 也是错误 你防他干什么 你要把它看成佛 看成菩萨 就对了 害人之心是造你 防人之心也是造你 那个防是仰无 是不平安 你心真清净 真平等 拿来的防人之心 我有需要啊 财务放在这边 人家拿去了 好啊 大家用 我用 他用 不是一样吗 都好啊 后面就防他呢 不需要了 真正的心开一截 得大自在啊 每天还有防人 那心很苦啊 啊 真正的心劳 深苦啊 天天防这个防 那 你是你活得多可怜 啊 社法界一针装严 全是假的 不若经上讲得好 翻锁油箱 皆是虚妄啊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淫 你放在干什么 什么叫人生 最高的享受 心 明明白 身安落 这是人生 最高的享受 心安生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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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可怜 他吃不饭 不饭